大家好,我是W,歡迎收看電影隨便聊 蜘蛛人返校日開拓了Sony蜘蛛人電影嶄新的章節 這裡又來跟大家聊一聊 蜘蛛人漫威宇宙損害控制公司 喔對了,針對這部電影 之前也有整理過4隻的預告分析 有興趣的人可由右上角的連結過去 雖然這次的蜘蛛人已經是第二次的重開機了 不過說是普天同慶,史無前例的正式回歸到漫威電影宇宙 說起漫威英雄改編的電影因為有一些不堪的歷史因素 雖然現在大部分的英雄都已經回歸漫威與迪士尼 但還是有部分的版權仍是流落在外 大致上來說X戰警驚奇40號人與死刺仍然是歸屬於福斯的陣營 而蜘蛛人系列則是屬於Sony所有 不過其實很高興也很難得的 Marvel與Sony這次可以建立這樣子的合作模式 這次的蜘蛛人電影被列為MCU的第16部作品 所以不只是幾個世界與漫威宇宙相互串聯而已 而是架構了與漫威宇宙緊密結合的蜘蛛人世界 由這裡第一段的預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次蜘蛛人的電影將由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開始說起 這段預告的劇情推估是來自於蜘蛛人加入英雄大亂鬥時 Peter在一旁用手機側錄的影像 裡面Peter有提到一個新人 指的應該會是同樣是在美山中才出現的黑豹 關於黑豹將會在2018年推出個人的電影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我另外一支的預告分析 蜘蛛人踏入漫威宇宙奇蹟的劇情是在美山故事裡面開始撲梗的 鋼鐵人的Tony Stark與蜘蛛人的Peter Parker 兩個人的據點同樣是在美國的紐約市 所以在美山裡面 鋼鐵人陣營在徵召超級英雄時便順理成章的由蕭席林 通的Tony這一邊來負責牽線帶入蜘蛛人 而且就各個各片內容綜合看起來 這次的電影與美山的劇情還會有很多牽連的地方 光由故事發生的時間來看 至少就有三段的劇情夾雜在美山發生的時期 第一段劇情是由強法部洛所飾演的Habby 代替鋼鐵人帶給Peter蜘蛛裝的這一段 推測就是發生在美山英雄大亂鬥的前戲 可以看到Peter原本是要穿著他自私的服裝上場的 而Habby看到Peter的第一句話才會問你穿上什麼鬼東西 然後才會有Peter看到新的蜘蛛裝的興奮影像 另外關於這次新的蜘蛛裝 這裡有做另外一支詳細的介紹 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段就是剛剛前面一段預告畫面所看到的 由Peter側拍美山機場天際瓶英雄大亂鬥的場景 有看過美山的人應該會是印象深刻 那一段畫面是美山裡面所有超級英雄聚集在一起 分成鋼鐵人與美國隊長兩邊的陣營 然後交互大亂鬥的精彩場面 而當時蜘蛛人是鋼鐵人暗藏的秘密武器 所以在登場之前喜歡自拍的Peter 當然是要來個留作紀念的影像紀錄啦 而第三段就是這一段的預告畫面 推測則是在大亂鬥結束下工之後 由Happy充當保姆暫時負責照顧並接送Peter的 所以才會有Peter與Happy在類似飯店的場景 Peter則是對於前面的大亂鬥記憶猶新還是相當興奮 甚至有可能將相關的影片放到了網路上 麥克激頓飾演的Twin本名是亞德里安·圖姆斯 在漫畫裡面Twin是蜘蛛人相當經典的對手 關於Twin的起源與角色介紹 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另外一份的說明 而電影中Twin這邊的故事則是可以往前推到漫威電影的另外部作品 《2012年復仇者聯盟》第一集 復仇者第一集的故事簡單的說來就是 邪神諾基利用了宇宙魔方打開了傳送門 引來大批外星種族奇塔瑞人入侵地球 但是最後沒有成功被復仇者聯盟們打得落花流水 不過奇塔瑞人的入侵還是對紐約造成極大的損害 一直到現在時間剛好是紐約事件的五周年 這部電影將會呈現這些年來這個事件對於紐約客的影響與教訓 在當年外星人所遺留下來的武器與機具 有一些已經流入民間黑市被一些不肖分子所掌握與利用 Twin則是其中的佼佼者利用了這樣子的情勢 回收了這些武器、物品進行研究、改造 並製造出驚人的瘋狂武器 剛點的一開始 不論是拿Peter參加復仇者的大亂鬥 是有錢的金主 送Peter超厲害的科技蜘蛛裝 而且也會慢慢地變成Peter心靈上的導師 有趣的是 Tony自己並沒有小孩 也討厭小孩 但是遇到Peter這個年人的小伙子 也只好耐著性子來應付囉 除了Tony與Peter的互動之外 Tony的保鏢監視機Habby在裡面也會代替Tony與Peter有不少有趣的應對 副作者第一集的紐約事件 除了遺留下來外星武器的問題之外 還有就是整個災後重建的問題 藉由這部電影將要首次帶入損害控制公司 損害控制公司Damage Control 是漫威宇宙中一間虛構的建設公司 最早是出現在19880的Marvel Edge Annual No.4 以及19890的Marvel Commons Presence No.19 一開始這間公司是由史塔克公司所擁有 而這間公司專門在超級英雄和壞蛋們戰鬥過後 負責重建災後現場以及復原所造成的損失 該公司主要靠修復重建破損建築來賺取費用 建設完工後會向個人或是其他負責的組織 公司索取報酬 甚至針對這樣的情況還衍生出了超級英雄保險 意思是如果擔心房屋財產會因為英雄壞蛋大亂鬥 遭到破壞的人可以買這種保險 這樣如果出了事保險公司就會賠償給你 TWIN以及他的黨羽的背景推測也可能經歷當時紐約事件慘痛的損失 而TWIN的回收組織單位可能就是遭到損害控制公司的排擠的受害者 或者是暗藏在該公司底下的邪惡包商 總之TWIN所代表的就是要報復破壞斯塔克公司的邪惡壞蛋 綜合在各個片所看到的各種改造過的外星武器 包括會有牽制對手行動的 具有切割效用的 衝擊爆炸效果的 甚至是有造成強烈震盪效果的手套 預付這些武器也都將成為蜘蛛人的難題 這次的蜘蛛人是歷年來最年輕的Peter Parker 所描述的故事是集中在Peter的高中時期 與美山連結的橋段除了是用來融入漫威宇宙之外 也是拿來凸顯出一個故事的重點 那就是小蜘蛛年輕氣盛 一心想要追求表現 在經歷過英雄大亂鬥的盛大場面之後 Peter已經很難靜下心來 回歸之前平常的高中生活了 而且其實是回到了學校 還是一直心不在焉 希望能夠再有所表現 所以當TWIN疫情壞蛋出現時 小蜘蛛才會一直緊盯著不放 甚至是差點就造成嚴重的傷亡 釀成大禍 如果說鋼鐵人Toni Stark 奠定了漫威宇宙的根基 那史塔克的大樓便是象徵了鋼鐵人 與復仇者聯盟等等這些漫威電宇宙的精神 所以這部電影除了是在人物角色上 加入了鋼鐵人與Hebby之外 故事的重心 壞人的目標其實也會圍繞在史塔克大樓 與史塔克企業上面 而且雖然也是蠻有趣的 在2012年復仇者聯盟店中 那是史塔克大樓第一次在店中登場 也同樣是在那集裡面 大樓遭到外星人大戰的搏擊而損壞 而事隔5年之後 這棟大樓又將要成為壞人的目標了 雖然小蜘蛛在Twin的眼中只是個愛手愛腳的小鬼 但是在Peter極力證明自己的行動之下 Twin以及他的黨羽還是有可能會倒大煤的 目前看起來小蜘蛛與Twin的最後大戰的場景 會由史塔克大樓展開 運載復仇者聯盟武器的飛機將由史塔克大樓出發 而Twin的計劃就是要劫持這一架飛機 為了要證明自己Peter決定要出手阻止 然而因為前面出了疲漏 高科技蜘蛛莊被Tony沒收 所以對於小蜘蛛而言 更大挑戰就是只能靠之前自製的簡陋蜘蛛莊來打敗Twin 就目前這樣的情勢看起來 這部電影的劇情將會是相當網美的 與漫威電影宇宙結合在一起 不管在劇情、角色或是場景 都會有相當不錯的處理 甚至是對未來的雙方也都順應這樣的情勢 已經展開了更多的合作或是其他的計劃 在Marvel這一邊 像是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小蜘蛛就已經確定有參加 而電影裡面出現的損害控制公司 後續可能會有拍攝影集的計劃 在Sony這一邊因為蜘蛛人的重啟 猛毒的電影也有了進展 將由湯姆哈迪飾演猛毒的宿主 艾迪布洛克 預計在2018年的10月上映 所以說Sony與Marvel所建立的這種模式 看起來是一個不錯的示範 希望可以進而影響 福斯X戰警的陣營 促使這一邊也推出觀眾期待的合作方案 不過說實在的 個人感覺福斯目前的一些方向其實還是不錯的 舉例來說 之前的死侍與羅根就以限制級R級的縱嫌方式 開創而不一樣 具有深度或是另類的英雄電影 這些可能是迪士尼Marvel目前較難做到 所以公式這一點還是值得給福斯鼓勵一下的 這裡預購的最後面 另一個與漫威宇的結合 比特他們在體育課中光看了美國隊長的錄影教學課程 而這樣應該也算是美國隊長在這部電影也參上一角了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紹 如果覺得不錯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如果喜歡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來討論電影哦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